侯友宜拼建设一个早上视察板桥福州和宜宅周边相关就读学校交通建设 了解目前的进度积极投入 改善当地因为人口进驻所带来的生活机能不变 交通拥塞等重要的市政建设 侯友宜认真拼市政 传出不会接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 蓝军这边有郭台铭王金平的整合隐忧 又多了侯友宜这个选举话题 引起了外界的讨论风波 目前我还是以市政委员最大的优先 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真的也不是嫌疾专家 我也第一次选举 所以选举的事情我真的看不见 那也讲这一句话 我也没想到 了解这个整个状况的发展 我现在大概专心在市政工作上 对未来的发展我也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我只有一件事情 专心做好我的市政工作 让我的市政工作能够推动顺利 就是要专心拼市政 侯友宜面对选举议题 答案永远只有一个 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选举后 她说懂得不算多 目前应该就是把400万人的新北市 放在第一位 专心的做好市政工作 让新北市更好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